好,同学们好,那我们今天进入第四章的学习,纵持用的文化心理。 那么首先呢,我们从文化心理来看日本文化的特征。 在第二章中,我们学习了倒作生产方式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那么考察了日本人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活动当中形成的日本文化特征。 那我们再想一下在第三章当中,我们探讨的是社会结构,是考察日本人在这种建立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规范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文化特征。 就是说是考察了人与人的关系,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考察了日本文化的特性。 在本章中,我们考察的就是日本人如何处理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特征。 主要是宗教伦理思想。 那么我们在考察日本宗教伦理思想的时候, 那么我们不得不先看给日本莫大影响的中国的宗教思想和伦理。 那么比较,我们简单说一下,比较东方哲学。 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儒学和西方哲学的特征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西方哲学是在自然当中寻求科学的根据, 对世界的本源进行思辨性的探究。 而东方哲学,我们刚才说的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儒学, 是以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为中心展开的。 但是,中国哲学并不是没有关于世界本体的思辨性探索。 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尊丘战国之前已经存在了超越, 就是说关于这种世界本体是什么, 那么超越这种有关世界本源之感觉和经验, 有关形而上学的思想了。 首先我们就知道易经, 就是易经呢,是通过这种二元, 还阴阳二元来解释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易经, 这样的一个著作, 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古典, 那么易经当中就有阴阴阳之味道, 这种阴阴阳之味道中的道, 就是万事万物这样的一个根本规律的道, 那么靠的是阴和阳的这样的一个推移和运动, 来解释这样的世界观, 那么这就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性的思考。 到了汉代的时候, 董忠书的天人感应, 这个天人感应呢, 就是说天和人是一体, 人呢就是天的投影, 以此呢, 来建立了一个, 通过这样一个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 它当中所包含的这个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我们也知道, 中国金木随火土, 这五行, 那么来断定, 通过这个五行来断定, 不仅断定天和地, 也来说明这个人事的吉祥, 人事的吉凶, 等等, 用这种五行来和儒家的人义礼之信, 相结合, 也形成了一种行而上学的思想。 到了宋代, 理学家们就吸收了佛教的华言宗, 那么就是以华言经为基础的这个华言宗思想, 和禅宗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以及道教的这种宇宙化成说, 我们知道到了宋代, 就从本体论, 宇宙论方面为儒家, 的这种伦理思想, 构建了一个抽象的哲学基础, 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规模, 最为宏大严谨的, 分析最为细致, 缜密的这样的一个思辨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呢, 我们就称它为理学体系, 吉大成者就是朱熹。 理学在宋代称为道学, 理学是在传统儒学基础上, 吸收佛家和道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 是自唐朝以来三教融合发展的结果。 宋朝建立以后, 统治者面对思想界纷繁复杂的情况, 需要一个新的儒学形态来统一思想界, 来适应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不断加强的需要, 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刚才说过, 日本自古以来就开始吸收中国的儒学思想, 也吸收了宋明的理学。 但是日本大多数的儒学者吸收的重点不在于有关形而上学的内容。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袁廖元所说, 他说日本的一部分儒学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这种经验和合理主义的实学思想。 就是他吸收的重点就成为一个经验和合理主义的实学思想的吸收。 当然就是说日本的儒学并非全然无视这种形而上学, 他就是不太重视。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向良亨。 向良亨也曾经指出过, 以儒学为中心的江湖时期,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应刻在日本人的精神里, 尽管期不是全部, 却是一种最基本的作为人在现实社会赖以生存的觉悟。 而不是对关于世界本源之法则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的启发。 它的意思是一种实用的, 就是说日本人不喜欢思辨性的形而上学的内容, 而是对事实、现象、经验、实证方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因此呢,尽管佛教很早就经由中国传入了日本, 但是日本始终为形成像中国那样宏大的佛教思想体系。 那么南开大学的老师, 那么名师就是王家华教授, 在《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当中也这样写道。 日本人比之理智更重视直觉, 比之理论更重视实用。 其表现在于日本儒学缺乏超向的世界观认识, 在认识论方面重视感觉经验。 那么伦理观富有感情色彩。 这本书《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也是王老师的名著。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不同。 那么我们再拿这个《古世纪》和《日本书记》等这种古文献里可以看到。 日本的这些文献当中关于宇宙生成的记载虽然也有, 但是从中却看不到有关世界观的这种抽象的思考。 那么奈良以及平安时代, 我们知道早期如续已经传到了日本, 那么也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体系。 但是也没有关于这种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我们知道经历了连昌和视听时期, 那么诸子学呢传入日本。 但是在连昌和视听时期是一种佛教的附庸, 还是缺乏他独立的这种精神。 进入了江户时期, 日本的儒学者呢尽管已经接受了就是说这种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的宋明理学, 并且呢并对这些思辨的宋明理学表示出一定程度的理解, 但是更多的是将其理解为这种与经验事物相关联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 而不是将其理解为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本体存在。 那么啊, 中上我们可以说不重视关于形而上的世界观的思考, 而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与经验事物相关联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 这也是日本哲学思想所体现的日本文化的特征。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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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